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世纪以来直到如今 天主教传讲 洗礼洗去原罪的谬论是何等错误 他们说人借着洗礼脱离了原罪 免除了那从亚当遗传给一切后裔的败坏 并恢复了原先的义与纯洁的本性 就是亚当被造实原有的正直 假若他一直持守就必得着的 因为教皇党途中的教师从来不明白何为原罪原意洗礼的恩典 我们已经解释过原罪是我们本性堕落的腐败 先使我们落在神的震怒之下 然后也是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 即圣经所说的情欲的事 我们必须注意这两点 本性败坏的罪咎与肉体情欲的危害 这两点是罪人的苦况 而洗礼所印证的恩典是解救 第一点 既然我们本性的全然败坏 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被定罪是公义的 因为在神面前唯有公义 无罪 纯洁才蒙约纳 就连婴儿在母亲怀胎时都有了罪 虽然他们尚未结出自己罪孽的果子 然而罪恶的种子已在他们心里 事实上他们的整个本性就是罪恶的种子 因此他们不可能不被神所憎恨延弃 借着洗礼 神向信徒确证这定罪咒诅 已经从他们身上被撤销挪去 因为正如上述 主借这记号向我们应许 他已完全彻底赦免我们的罪 包括当归于我们的罪咎 以及这因罪咎所当受的罪罚 信徒也得着义 这义是神的选民在今生所能得的义 即主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这是因主出于他的怜悯 称我们为义和赦免我们的罪 第二点 肉体的情欲仍在于我们里面作祟 且不断地结出新的果子 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情欲的事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 就如发旺的火炉不断散发出火焰火星 又如泉源不断流出水来 因为人里面的邪情私欲 不会灭绝且不止息 直到人最终死时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洗礼的确向我们应许 我们的法老王被淹没 以及我们的罪被致死 但这并非表示罪不再存在或不再搅扰我们 只是保证罪无法胜过我们 因为只有我们人活在现今这取死的身体中 必定有残存的罪住在我们里面 然而我们若忠信地紧紧抓住神 在洗礼中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则罪无法在我们身上做王下制我们 然而不要有任何人自欺 我们不可因听见罪住在我们里面 而给自己犯罪找借口来放纵 我们这样教导的目的 不是使倾向犯罪的人昏睡在己罪中 而不畏罪担忧 而只是要鼓励那些被肉体刺激搅扰的人 免得他们丧胆灰心 他们反而当思想自己仍在成胜的路上 并且当他们感受自己日日进步更加胜过情欲时 就确信他们在长进向着标杆直跑 直到他们到达目的地 即在此避朽坏的今生结束 肉体情欲完全被致死时 同时他们不可停止勇敢地征战 要在前进的路上刚强壮胆 激励自己勇往直前直到最终的得胜 事实上 当他们长期征战后发现仍是困难重重 这就刺激他们当更加努力地前进 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受洗是归入致死肉体的圣战 从受洗开始日日致死肉体 直到我们离开今世与主同在